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多文第一 阿难尊者 阿难陀 多文第一 简称阿难陀 阿难陀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喜庆欢喜 那么阿难陀是甘露犯王之子 他是提伯达多的弟弟 那么阿难陀是佛陀的堂弟 这个阿难陀从小抱着出家的愿力 曾经他拜实力加设 佛陀55岁的时候他皈依佛陀 他年轻聪明就是佛陀的堂弟 出家后 大家都把他推举为佛陀的四者 就是照顾佛陀 专心侍奉佛陀行命不一 一直到佛陀涅槃十尺 他跟随佛陀前后二十五年 阿难陀 他记性非常好 凡是佛陀所讲过的法 他都能够记住 明记不忘 在佛陀在佛陀弟子当中属他 文法最多 因为他是天根的佛陀 所以他文法第一 所以称他为多文第一 那么佛陀涅槃之后 加设尊者为了保存佛法 因为佛陀当年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去 有这么多弟子 他找了四百九十九名 以赠得阿罗汉的佛弟子 积极佛法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帮佛陀 当年所讲的佛法 大家还会议啊 阿难呢 因魅证的圣果 被拒绝在外 你看阿难的佛陀身边 这么长时间 居然被人家拒绝在外 但是阿难这个人特别好 他非常没有身心 他为此生阿弹灰 比如我们修好 然后呢 每天晚上永冷静静 终于在一夜之间 证得了阿罗汉 然后加入了积极佛法的队伍 在大会上阿难 他把佛陀的经文啊 就是他的记忆这么好啊 就这么送出来了 四阿含经 辟语经 法剧经 传过佛经 他对佛陀一生的 言传生教 和后世传播 做了不可磨灭的问题 所以大家 都非常尊敬他 阿难呢 在佛弟子当中呢 才华出众 佛学冤博 而且他的人品 也是高节不凡 当时呢 他被推选为佛陀的身边的侍者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嫌疑 他说佛陀的新旧衣服 他不穿 受到佛陀的赞赏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向佛陀的 供养佛陀的东西 藏大到身上来 那被人家要讲吗 因为你进水楼台险何月嘛 这个阿难这个人 他的性质非常好 非常温顺 待人谦和诚恳 他在佛弟子中 他的人才最好 尤其是女众 更喜欢与他接近 大家知道 过去佛陀是 没有收 比丘你的 所有的和尚出家来 全部都是难做 但是就是佛陀的姨母 本来长得很漂亮吧 他后来学法为名 你一定要出家 你们知道是谁 帮佛陀夫人提出来的呢 就是阿难跟佛陀她 他曾经请示佛陀 恩准其姨母 佛陀夫人出家 所以呢 在佛教圣坛当中呢 比丘尼的产生 女阿难在佛前奔走呼吁 就是不是全一次了 他经常在佛陀下 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比丘尼 都要感动阿难 王舍成佛陀走了之后呢 大家都在提提 就是把佛陀的经文提提起来 阿难呢就四处是弘法 阿难呢就是说 二十年之后他接替了大家神 或者说念凡之后大家神 准者就是接法了 后来呢 他成为僧团的最大的领袖人 这时候阿难是六十六岁 阿难主子 他活了一百二十岁 他目睹了 人世间的我职生众 很痛苦啊 就像很多人经历很高的 看着别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是一个好人 你们要是看见这个世界上 老鱼我藏你生我斗 今天骗这个 明天抢这个 你们会很心痛 而且这么多人归依佛法办事 这个时候呢 佛的大弟子相继离世 就是佛啊 起个大弟子 慢慢的一个个的走掉 他呢活到一百二十岁了 他就决意要涅槃 这个相传呢 他在即将露灭的时候 也是在位于印度恒河两岸的 摩基陀与皮舍利 因为他要走了 他要涅槃了 他们两个国家 直到阿难要走了之后 要拿阿难的舍利 他过去涅槃的大和尚 坐在那里 他走了 他身上后面的舍利 可能就投幼 当年如果谁拥有舍利的话 他等于谁拥有佛法一样的 所以他们说打仗 大家要争 这个阿难的舍利 那个阿难啊 为了平息这个 一出即发的这个战争 阿难利用神通力 在恒河上空露灭 用今天的话来讲 实际上他的神势啊 在高空当中 大家看得见 坐在天空 他自己上去之后啊 将自己的身体啊 分成两段 一半给摩基陀国 还有一个给皮舍利国 让他们两个国家供养他 那么一场战争就平息了 阿难灵涅磐石 还为众生作响 用现在的话想 就是佛教 慈悲精神的体验 就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们不能 去逃不离间啊 让人家吵架不开心啊 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帮助别人 要消灭那些不好的想法 不要去争斗